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力光营收更是连三个月创新高 只是前一天早盘突破8兆市值大关的台积电 6号一度下跌2块 不过台股热度高 小股民也在观望 我认为还有机会 但是你要做好你的财务杠杆规划 千万不要一股全部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进去 现在的股票是可选的标的非常多 所以你必须要胜选 哪一些股票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存股计划 现今经济情势和近30年的高点相比 全民风股市热度依旧在 只是大多数散户转往投资中小型股 不过美中贸易战气氛缓和 美股四大指数再刷历史新高 联合国报告更指出 贸易战下台湾是最大受益者 金管会也公布10月外资 净会入达1300亿台币 创下21个月以来新高 外资更连续17天买超 不过凑巧的是 金管会主委孤立雄前一天才说要居高思维 结果隔天台股就出现小幅收敛 分析师表示因为资金流向金融股 导致部分中小型科技股疲弱 分析师强调如果涨势脱离电子股 对整体结构将产生影响 但只要成交量没有过度放大失控 台股还是有机会再探高点 TVS新闻 薛蒙杰 张宇荣 我是Rate 台北报道